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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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胎馬安 來到5168集的聲音同學會 大家好,我是君如謝 三虎,你真的不要亂說 他知道你最近的影響力很厲害 你怎麼說人家信 當然,說話是說身份和地位 還有公信力 君如謝 現在你知道,你在電影界都叫阿姐 不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你聽到嗎? 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這樣說,還是可以這樣說? 今晚我們這裡也有很多個阿姐 今晚這個阿姐 我看見我口疼 看見我口疼 我扮他 昨天,很生氣 他給人家了 我要拿個西狗 這麼厲害? 所以今天呢? 我怎麼都拿個西狗回來 哈哈哈哈 入得娛樂圈的女藝人 個個都想做一線花彈 給人叫聲做阿姐 那怎樣才算是阿姐呢? 阿姐是不是真的要風得風,要魚得魚呢? 阿姐發火,又是不是非同小可呢? 今集請來Lisa姐 Gigi姐 和廖碧兒,帶談阿姐不易做 這件事 我今集肯定不敢說了 因為兩個真是前輩級人 真正阿姐 是啊,我們先介紹一下Gigi姐 因為我對Gigi姐的印象就是 永遠都是一頭捲曲的髮 很濃密 很濃密的,剛才呢 在後面拍照 他整個遮住了我的臉 你也真的遮住 你也遮住 就是多固 還要剪一下是不是 我真的 我以為他假髮 在後面剪一下 後面是這樣的 然後就這樣 你就現在今天梳化落臨頭 今天是 你看落臨 我以為是這樣的 一直這麼多年都給人感覺都是開心的 是吧 輕鬆一點的 那姐姐有些改變的 我小朋友看的時候 駱林的時候 比較強硬一點 駱林的時候你還是小朋友嗎 我不是 那就是 出他的看家本領 你還是小朋友嗎 我從小朋友突然長大了 看駱林 還記得哪一邊 什麼時候開始人家叫你姐姐 如果我先說 其實由頭到尾 姐姐只有一個 只有Lisa 你沒有不開心的 沒有 有什麼不開心的 當你TVB 當家花彈 三個詩琦姐 你和 所謂當家花彈 都是人家冠給你的 可以這麼說 送他讚的 沒有 以前女藝員比較少 我們以前TVB沒有那麼多劇集 那麼多條線 訓練班又沒有出那麼多人 所以其實我早期都很少拍劇 主要都是姿子為主的 他還報告新聞 之後就報告新聞 之後就 過了來做夢電成績 有拍電影 還有有做model 有出來做model 他有做model 喂 兩位支持人 又說說歷史 我多尊重你 我聽著你 暫亂歌迫 網捨了很多東西 那我說了 不要吵 阿姐說什麼 不是 好 好 手擠 手擠 阿姐 所以我不是說阿姐只有一個嗎 你還好問 她是不是那個年代已經開始熬湯 初初熬不湯不水 現在才熬得那麼出色 不是 Gigi一向都是煮東西 我喜歡做廚房 是啊 你記不記得我最初的問題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被人叫阿姐 當然記得 只有一個阿姐 你就不認 我們那些年紀大了 人家差了一個姐字 真的是這樣 你年紀大了才叫阿姐 阿姐 我到EYT都叫你阿姐 沒有沒有 其實 我到EYT還沒叫你阿姐 叫你什麼 我明傳 我明傳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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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待日消失 我當時還在EYT 不是 那時候讀八年班 我86年入EYT 那時候已經 阿姐 因為那時候 我經常覺得 其實阿姐不是一個特別的代表 只是一個花名 其實我那時候拍天雄 那個導演叫霍耀良 他叫了阿姐這樣開始 我覺得只是一個花名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那他為什麼要叫你阿姐 他一定是要 霍耀良不開玩笑的 不開玩笑的 他覺得那個人是阿姐 那你抓他來訪問一下 阿姐真的很疼我的 很疼我的 我們EYT共事了三年 真的疼我 阿姐都疼我 我跟他拍戲 他真的沒罵過我 每個都說 你跟阿姐拍戲 你真的小心一點 你遲一點 其實我覺得阿姐 是喜歡一些 懶搞笑的人 所以 你看他現在的兒子多搞笑 其實我一早已經看到阿姐 那個出擊 那個弱點 就是這樣在他面前搞 不停地搞 是啊 當時 民間傳奇的時候有沒有拍過 也有拍過 也有拍最多 那杜奇峰做那些臨子 就是臨技的時候有沒有 做警察呢 拿著一支棍在那裡 杜奇峰是有份 推這個真飛落那個井的 是 你就是真飛 清宮殘茫 已經他們剛剛訓練了 原來已經結下不解之緣 就是阿姦英哥救你 所以你選了姦英哥 不選杜奇峰 因為賭Sir那時候 賭Sir那時候 都已經叫你做阿姐了 已經 我不記得先後了 我記得 我不是入行已經看電視 已經稱你做阿姐了 他當副導演的時候 都已經有阿姐這個稱號 是的 應該好 是的 他幫天林叔的時候 我已經拍了很多劇 碧兒 碧兒 不要只顧著聽 你說得不好聽 我們是剪的 一剪了 網民就罵我們了 說我們不理嘉賓 又不理你 你什麼時候開始做嬉兒子呢 沒有 到現在都不是 那些人叫我做傻大姐 我說公主 公主 沒有什麼發展 沒有什麼發展 大家都 會跟性格的 會不會呢 很難做到阿姐的 當年霍耀良 為什麼會叫阿姐做阿姐 因為阿姐比較 就是有個性一點的 有原則 有原則 就是不對我就會出聲 但是有時候出聲 會不會出到 那些人 阿姐阿姐真的怕你 阿姐阿姐這樣 會不會出 你有時候 會不會修飾一下來講 或者直接就 扮上去 那就不是阿姐 不是不是 我想我是會 講出我自己的需要 我講出了 但是做不做到這件事 當然決定權就是導演 因為導演就要衡量很多 比如說 我們夠不夠時間再來過 或者這個會不會 違反了編劇的意思 就是他會去做一個平衡 但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是有這個責任 你講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你也會 Gigi 是嗎 我很少 為什麼 因為我冷眼旁觀 我看過很多例子 你沒有用的 他們的要求 有時候 說真的 有很多演員的要求是很自我 導演 剛才那個對白 為什麼給我側面 來多一個正面 那些我不會 這樣喔 這樣導演說 好好好 來來來來 來完之後 出街的時候 仍然都是用他側面 你冷眼旁觀 阿姐間叫不少交 跟導演 我想會 不可以用喊交 我有時候會爭取 是 你有沒有一個實質的例子爭取 我拍一套 有沒有爭取過 有 這個是不行的 我告訴你 有什麼事 因為我有一次 也不是很奇怪 我有一次就拍《釋法代言人》 我是一個大律師 我有自己的辦公室 他由於 因為那個廣告的贊助 是一部機 即是暖 暖風機 暖腳機 不是不是不是 即使按摩機 對 就說那個 陳建峰 是吧 Samuel 就做我的手下 他來到 我在辦公室 震震震震震震 你說合不合理 哈哈哈哈 我一時間就解釋 回答你不到 是啊 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作為不是很合理 即是不合格 我就說 OK 你這個產品 你一定要出街 那我在我房裡 是的 我給你 我不是說我不配合公司 你給我在房裡震震 她只有一個億萬富豪的太太 她也要在自己 Esp Evans 套服 就為了個宿 還有一個 從事典 那些人睡了嘛 睡了幾年 你應該先震取 那我真的都沒用 他都要來堂 後來導演就不停 那你想不想收工 其實導演都很難做 因為這是一個整體的決定 他又廢話記住那部機 下一場不知放在哪裏 即什麼時候拍攝 他的解釋就是 我在這個break 我一定要出這個product 公司的決定 就沒有家裡有景的 只有中施景 那你在那邊震著頭震著 這個break 只有這個那個景就很厲害 這個就不行 那你說演員要不要提出 我覺得我做得不舒服 我的表情 我不記得我怎樣 但是幸好 後來出街 他其實就是一拼就過去了 總之交代了就算了 我不知道 他運用他什麼鏡頭交代 那就是很噁心 就是我演戲我會做得不舒服 那我這麼有經驗 你會不會出聲 那其他議員都會出聲 我相信你一定會 現在你 我喝口水 OK 好了 給我回北九 西九也要 西九也要 我喝口水 最初的時候 還沒做阿姐 那時候 都是這樣的態度 你會有 有什麼不相信阿姐 會罵架 我覺得他們 是很喜歡別人提意見的 譬如金先生 金閣亮 金閣亮 金閣亮也有很多 歡迎你提意見 黃天霖 我記得有一次金閣亮 我拍了一些什麼 我在家裡搬家具回來的 哇 這麼厲害 怎麼搬 珍寶就說師傅 家具 這個阿姐真是驚慌 以前我住廣播 那些騰家具真的搬來 阿姐被封為珍台之寶 到底她有多少錢人工呢 花彈之間 究竟會不會爭角色做呢 阿姐我站起來又是怎樣 嘉賓們齊齊揭露阿姐真盛情 我知道你第一個月的人工 入行是600元 入行是600元 嗯 起身店 他真的進來TVB之後 沒有走過 以TVB的比率來算 我計算過了 你入行已經38年了 TVB 加一加就多少人工 七一年到現在 七一年到現在 4月1號 對 到現在多少錢 不如這集4月1號播 多少錢 阿姐 阿姐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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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簽的show是很少 所以其實人工一直都沒有 你多年600元一個月 不是 TVB那時候已經不止了 例的那時候是600元 那時候是第一次 第一次 記不記得嗎 我不記得 都是幾千元 幾千元 如果幾千元 現在做了38年 現在十幾萬的show 我很想 我很想 都沒有 我不敢說 因為好像 有時候 我和TVB的感情 又不可以用錢 來衡量 這是事實來的 如果他不解僱我 我都不會離開 因為我對這個地方是有感情 我講我自己 但你覺不覺得 那天我講西九 西九 北九才 那天我回來 我忘記拍過什麼節目 有沒有黃韻才 有 有合作過 有合作過 我覺得我在外面 那一陣子真的很多攻擊 那天我做過什麼訪問 我回到TVB是沒有試過這麼放鬆的 真的有幾個感覺 我就知道我自己 就是外面風風雨雨 是 對 對我來說 但是你剛才說 所以我每次簽約 無論哪一個藝員科經理 換了無數人 是的 我都不會跟他講薪金的 阿碧兒 你現在做嬉兒 你有沒有均術感 對TVB 你現在對TVB當然是說有的 因為我選 我選完國際環小 都在這裡選的 那一回來香港 一選擇來這裡做這一行 就是入TVB的 那我爸爸就跟我說 那一個 就是 你來到這裡什麼都不認識 人都不知道 然後他又很擔心 因為我又不懂得說中文 那時候 怕被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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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陳老師不要騙你 還沒去到那裡 還沒去到那裡 我又去到那裡 本來是講多些東西給你們聽的 我快到了 以前是劉凱威先的 這麼快陳豪 喂喂喂 你為什麼這個港仔你又不什麼呢 我是不是港仔 你喜歡港仔 你以為我吃得這麼雜的嗎 他很清楚的 港仔和華仔 是啊 他每期出檔 有人名拆 這個就行 不是人名拆 餐牌 不是啊 他好像喜歡那些名字 double 是啊 是啊 他喜歡選過港仔那些的 阿姐 你真的明白我 所以支持姐你小心點 哈哈哈 我真名是姚王淑儀 淑儀 是的 是的 我記載是珠咪咪 哈哈哈 我會打電話告訴珠咪咪 聽一下 是啊 怎樣怎樣怎樣 說回來 所以我很喜歡perform 所以爸爸就說 那好吧 他都覺得TP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是 是的 是的 TP很安全 是的 沒有咸豬手 你沒有遇到啊 我不是在香港啊 那個新聞出的時候 之前呢 之前他在說 我以為沒有啊 沒有 那你是不是四大淫花呢 哈哈哈 什麼大淫花 你很清楚啊 那些中文來的啊 你很可能不認證它啊 你喜不喜歡集郵票啊 哈哈哈 我不回答 那些西妹 那些西妹真的很開心 一不明白 不想回答你 什麼啊 pardon me 哈哈哈 就是開心啊 不是我經常聽 當年那些傳聞就說 要得到個劇很難的嘛 又會跟那些監製 完全沒有聽過 沒有啊 他就是這樣才入行的嘛 所以 可以跟高層可以這樣的 我入了EY 那你拍電影是更害怕的 是嗎 拍電影 是啊 我不是給陳可新嗎 哈哈哈 不是啊 現在開始不是他啊 陳可新給你 不是啊 杜德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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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糟了 杜德偉沒有權力的嘛 所以飛他了 所以飛他了 找陳可新 一找他找了十幾年了 當年的花彈有沒有 就是 有個好角色 譬如《倚天同記》 你知道了 角色就是阿姐 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演員都很進取的 講開呢 我有一段時間呢 剛剛拍《書劍恩仇》的時候 有人教我 你要學阿姐啊 他爭取唱主題曲 爭取出多少期TVB周漢封面 你要學合約那裡要寫明的 你這麼聰明的 我沒有爭取 我想那個是匪姐幫阿秋冠爭取的 我沒有爭取 我沒有爭取 又去到匪姐 因為講起書 你真的是匪姐幫阿秋冠爭取 爭取唱國色 已經錄了 已經錄了 所以我只能拼了兩個把揭 我從來沒有爭取的 這聲音和我會沒有主題曲的 我要唱 我沒有的 我都不去爭取 大過了讀書的時候 你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時候羅文 有時候就變成秋冠爭 因為匪姐幫他爭取 最風乾的時候賺多少錢 不算多 因為我們 譬如說 一開始開演唱會 都是在尼舞台 只有1200個位 但現在你 紅館 紅館已經是12000 15000 你現在也有在紅館開 為什麼 我說 一開始 我最紅的時候 你應該是 最紅就是去紅館 那時候你沒有抬千幾個位 你有沒有六位數字的酬勞 在一晚 我真的不記得 很多年前 但你都洗錢很厲害 我看你 你洗腳抹腳那些 我是多 好 只是金色的手袋 都沒有 價值不非 他很喜歡逛街 他簡直喜歡逛街到 喂 買單 喝酒 為什麼 買單我還有15分鐘 看看有什麼買 他很喜歡買東西 我其實是很喜歡投資下去 買東西 不是 我演出的 如果那一陣子我沒有什麼功能 沒有什麼演出 沒有什麼宣傳 其實我可以很限 但是譬如現在我 但是一連365天 我會宣傳我的音樂劇 我又要上這裏上那裏報紙 我會買一些東西 還有有時候 例如拍攝麻婆 大戰歌詩 講Fashion 我怕TVB的東西不夠 又拿回一些藤衣出去 那你又買了錢 那一次就買了很多錢 買了20萬的 買了20萬 對 拍過劇有沒有20萬 應該都沒有 你剛才有多少集 20集而已 我覺得有 20萬一個劇都沒有 沒有 未必有 那你很刺 很刺 不成正比例 不相信 真的不是多 我舉例說 我大小 我就會說 我會投資回到我演出的部分 那芝士姐呢 你現在拍一個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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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20萬 你不止20萬 我絕對是 因為我已經在香港的試壇 已經消失了 已經20年了 那再回來 當新人這樣簽你 是 真的 幾千元個月 但他又不當新人這樣捧我 那下慘 不是啊 很多大劇你都在做 大劇 不是 都很舉足輕重的 但有沒有20萬一集 我要問我經驗 20萬一集 他在那裡 20萬一集就離譜了一點 20萬一集 20集 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真的被周刊 煽到一攤一攤一攤 那時候看誰又拍劇 每集 五萬元 四萬元 其實很便宜 因為我問過琴姐 琴姐告訴我 她很誠實 告訴我她多少錢 是 拍《家有喜事》的時候 不是 她拍《唐心》的時候 就是《家有喜事》告訴你 是啊 我拍《家有喜事》的時候 她已經算是叫高那批 是 是啊 那有沒有一萬元一集 高過一點 差不多 我都有 那我不是女人琴 哈哈哈哈 恭喜你 我不是女人琴姐 不是啊 那你班中高過姐 之下還有做事 大家有沒有領教過她的惡事呢 我真的沒有說 怎樣跟她討論過 但是真的 我聽幕後有一些監製 或者導演 其實這個名字 還能表現到阿姐的地位 就是汪監製 汪監製 你們沒有聽過呢 沒有啊沒有啊 就是駕馭監製為主 是的 就是好像管很多飯 就是 警署也管了 這些道具好 其實可以是 而我用好那方面來講 她是要求高 要求高 阿姐通常給我的感覺就是 一來到 就是我都不敢遲了 那我都會 儘量這樣 遲一點 阿姐 入到場 怎麼樣 等什麼啊 拍什麼 為什麼 整天都說等什麼 拍什麼 那阿姐第一句會這樣 那大家是會 馬上 她又不會罵人的 但是大家真的馬上就會 很用心去做好一件事 就是 免得阿姐 就針對你 是不是 一個前輩要針對你 你有什麼冤屈的事情 不如說一下出來 阿姐 有什麼你們誤解我 你這麼多年都誤解我 我覺得沒有所謂 因為這個是我的性格 我覺得你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 我都很難要求你接受 是 就是我有什麼就要提出來的 你有什麼 你是不是完美主義者 當然我自己的能力也有限 我有多少資料 不過我自己看到的 我很善意地提出來 我都是想這件事好 是 那你有沒有罵那些導演 或者那些新演員 新人呢 遲到 然後那些 遲到都不要緊 忍不住口 還要不記稿 那些有沒有忍不住口 好了 爸爸不認識 我心想 我心想 我都会说几句 我会说 最深刻的是谁 你下次读熟些剧本 没人等你 你怎么这么好 你下次读熟些剧本 是不是这样 你入厂之前有没有分析你自己的 这个也像阿姐 大家合戴头 阿姐 大星星和我会表现你的自我出来 谁是谁 我又不记得了 新人来的 都未必的 新旧都照顾 有些旧人都会的 因为他指着自己的经验 他真的不看剧本 以为一卖位就可以了 第一次阿姐就说 看好你的喜剧 看好你的就很开心 你都很大只 不过是泡的 这个是不生技术 很开心 一口沙糖 阿姐说话有技巧 阿姐是毫无掩饰的 立即说 你先帮助这句话 去永远 要 又 都 又 那 又 又 呢 又